做小龙虾的餐饮朋友建议要收藏本条视频 这款本草龙虾一定能成为你店里的正店之宝 普通的蒜蓉龙虾,麻辣龙虾,还有十三香龙虾 几乎每家店都在做 但是这款本草龙虾很多人听都没有听说过 也正是因为目前市场上还比较少 所以才能说是特色 而且它的口味确实能称得上是龙虾中的奢侈品 小龙虾清洗干净以后用油炸一下 炸过的小龙虾它的颜色更加红润 而且幼稚更加Q弹爽口 为了大家能轻松学得会 而且方便后面的管理和口味稳定 今天我们是标准化做法 这一步我们先把这个调味料给它称一下 首先称入食盐27克 还有鸡精30克 现在称入的是味精16克 然后加入白糖50克 用冰糖也是可以的 只要掌握了这个标准化配方 根本不需要所谓的龙虾大事 只要会颠锅的小学徒也可以 实在没人的洗碗阿姨也能上 现在倒进去的是本草精油 也是这道菜的灵魂所在 它的用量是450克 它是由30多种天然本草香料 5种辣椒2种花椒以及大量姜葱蒜 经过一天的熬制 两天的沉淀醒发而出炉的一款精油 没有任何黑科技以狠活 非常的香 现在加入小碗的是青红花椒 各5克 一共是10克阿 整个过程我讲的比较详细 如果你也想在2023年大干一场 或者增添小龙虾口味的 我建议您把视频看完 现在往盆里面加入一瓶啤酒 然后再加入清水 清水和啤酒总共的用量是3斤 大家要做好笔记 锅油以后下入两片生姜 下入花椒给它煸一下 倒入啤酒和清水 倒入炸好的小龙虾 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配方可以做4斤小龙虾的分量 然后我们先下入一半这个本草龙虾油 留一半最后出锅之前再放进去 把事先称好的盐 味精 鸡精 还有白糖 倒入锅中 大家只要严格按照这个配方去操作 味道非常棒 不会咸 也不会淡 像这种七八九规格的青壳虾 我们全程大火烧8分钟就可以了 第6分钟的时候 我们倒入剩下的一半本草龙虾油 再放一点这个品质比较好的薄皮青椒 有的朋友喜欢用黄瓜 都是可以的 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火候 全程大火烹饪 把这个水分给它收浓 第8分钟的时候呢 如果里面是清汤刮水的 那是失败的 好 出锅倒入一个盆里面 如果时间允许客员还不吹菜的情况下呢 再给它泡个10分钟 再摆盘上桌 效果更好 更加入味 以下是技术总结 第一 餐饮做法不需要抽出虾线 否则幼稚会松散 而且要用油炸一下 烧出来颜色红润好看 还提高效率 第二 全程大火8分钟 出锅以后不能有太多水 只能看到很多油这种状态 油饰品中这种效果 第三 本草龙虾属于高端口味 建议用大虾来制作 打造爆款 100块钱8斤的 建议就不要放本草油了 欢迎大家来我的主页 学习更多更详细的菜谱教程 посмотр下 Pod草成vio 来 煙 下汗 硅 下汗 下汗 poll 下容 下汗 下落 下汗 下汗